面对尼根手中的露西尔 瑞克陷入了绝望 此时尼根走到了大兵的面前 随后棒球棒重重地砸向了大兵 尽管大家都非常伤心 但为了卡尔的安全都没有发出声音 尼根知道罗西塔和大兵的关系 于是将露西尔放在了他的面前 这时达里尔再也受不了了 他上去给了尼根一拳 但尼根并没有干到达里尔 而是告诉他有人会因此遭殃 随后尼根毫无预兆地用棒球棒砸向了格伦 格伦死前向马基说了再见 最后他的头被尼根敲成了一滩烂泥 此时的瑞克恨不得将尼根碎十万段 但可惜现在的他什么都做不到 尼根感觉到瑞克眼中的杀气 他想彻底摧毁瑞克的幸运 于是把他拖到了车上 尼根将一把斧头插进桌面 然后自己开着车离开了这里 瑞克本想趁机干掉尼根 没想到尼根的反应很快 瑞克在步枪的枪口下只能认锁 很快天就亮了 树林里起了大雾 尼根把车停在了桥下 他劝瑞克认清形势 否则其他人都会死在这里 尼根把斧头扔到了车顶 他命令瑞克去捡回来 大雾里到处都是丧尸 瑞克木讷地爬上了车顶 他的内心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脑海中浮现了所有人围坐在一起的温馨画面 那时的马基和格伦的孩子也已经出声 可惜这一切都是个梦 为了快速摧毁瑞克的信念 尼根朝车顶不停地开枪 瑞克不得不跳下去抓住挂在桥上的丧尸 眼看瑞克即将掉进尸群 尼根出手干掉了周围的丧尸 瑞克跌跌撞撞地找到了斧头回到了车上 尼根很买 他带着瑞克回到了原地 瑞克狼狈地跪在地上 尼根说他要让瑞克团的所有人都沉浮于自己 他让救士军用枪指着所有人的头 然后把卡尔推到了瑞克的面前 尼根让卡尔趴在地上 张开双臂 随后用笔在卡尔的胳膊上划了一道线 尼根命令瑞克砍下卡尔的手臂 否则就杀掉其他的人 这一次瑞克是真的服了 他哭着向尼根求饶 眼中不再有杀气 而是充满了恐惧 尼根逼瑞克亲口说出了臣服的话 以后会定期向就是军进攻 终于瑞克放弃了抵抗 答应了尼根的要求 尼根满意地看着瑞克 随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但他还是让德怀特带走了达里尔 尼根非常欣赏达里尔的勇气 同时有达里尔作为人质 瑞克他们估计也不敢再起反抗之心 临别前尼根告诉瑞克 一周后会带领就是军区社区去供品 让他们做好准备 乐梦般的深夜终于过去 瑞克再也没有抵抗的信心 大兵和格伦的死患来了短暂的和平 马基失去了挚爱 不愿再回社区 而是打算一个人去山顶寨 同样失去挚爱的萨莎也不想再回社区 她表示自己要和马基一起走 最后 众人将大兵和格伦的尸体抬上了房车 马基还沉浸在失去格伦的痛苦之中 瑞克开着车 眼中充满着无助 她不知道接下来的路在何方 就在不久前 摩根和卡罗尔在神之国士兵的帮助下 来到了这里 卡罗尔在这昏迷了两天 当卡罗尔醒来时 从摩根口中得知这个地方叫做神之国 幸存者在这里生活得很安逸 就像最开始的亚历山大 摩根带着卡罗尔去见这里的领导者 以希杰是这里的国王 有着一只听话的大老虎 旁边站着的是他的侍卫杰瑞 以希杰首先欢迎卡罗尔 和摩根来到神之国 然后他问卡罗尔觉得这里怎么样 卡罗尔又一次表现出温柔的假笑 他夸赞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棒 等两人出来后 卡罗尔立刻停止了微笑 他看穿了神之国 这里的居民对外面的情况完全不清楚 只是活在以希杰编造的童话里 他不能待在这样的地方 隔天 摩根和神之国的人出去抓小猪 让摩根不敢相信的是 这群小猪的食物居然是丧尸 他问理查德这是什么意思 理查德没有解释 只是告诉摩根喂饱他们就可以了 随后 他们返回了神之国 但是带着猪仔的车却离开了这里 以希杰看到摩根的棍法非常好 希望他能教教一个叫本杰明的孩子 在以希杰的再三要求下 摩根最终同意叫本杰明棍法 没想到这孩子学得有模有样 过了不久 以希杰又找到摩根 让他陪着自己去做一件重要的事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神之国的郊外 这里准备了屠宰好的猪肉 原来他们是要向旧式军进贡 神之国也与旧式军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只是居民都不知道这件事 很快 旧式军的人来了 为首的人叫加文 此时摩根终于明白理查德为什么用丧尸喂猪了 原来是想要恶心旧式军的人 在交接贡品时 理查德和一个长矛发生了争执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局势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还好以希杰上前阻止了大家 他告诉加文控制好自己的人 旧式军离开时 加文告诉他们一周后再来收取贡品 摩根回到神之国 本杰明向他说了自己和以希杰的关系 原来他的父亲是以希杰的好友 但再一次行动中被杀 从那以后 以希杰就非常照顾自己 他还说这里的居民都不知道旧式军的事 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 肯定会有人想要反抗 另一边 卡罗尔计划着一个人离开这里 就在卡罗尔打算在深夜离开时 以希杰发现了他 原来以希杰早就看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他表现出来的柔弱不过是个伪装 此外他发现卡罗尔的枪是旧式军的 这意味着他曾经干掉过旧式军 卡罗尔也不再隐瞒 他认为以希杰就是个笑话 他不愿生活在可笑的神之国 以希杰听了卡罗尔的话后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在事变发生之前 他只是一个动物园的饲养员 他曾经救过动物园里的老虎 所以这只老虎愿意守护在他的身边 事变之后 他和老虎相依为命 一点点在这里建立起了神之国 他并不是有意欺骗这里的居民 而是在世界末日里 人们都需要一个依靠 只有这样才会有安全感 才能更容易地活下去 正因为如此 当他们看到以希杰身边有一只老虎时 就自然而然地把他当成一个国王 而以希杰也一直在配合着大家 演得就像一个真正的国王一样 他希望卡罗尔保守这个秘密 但卡罗尔并不关心这些 他只想快点离开 他在神之国附近的一间木屋里 暂时定居了下来 就在他思考以后的计划时 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阿里尔浑身赤裸地被关在地牢里 德怀特每天都会给他送饭 为了让他加入救世军 尼根打算用这种方式来摧毁他 这里是救世军的基地 所有人被严格地分成三六九等 最低级的人只能在外面和丧失战斗 中等的可以在基地里通过工作换取食物 而最高级的就是战斗人员 他们都享有配枪的权利 但这里的皇帝只有一个 就是尼根 你根本以为经过几天的折磨 会让达里尔彻底崩溃 但没想到达里尔是一个硬骨头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向尼根沉浮 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逃跑 很快 这个机会就来了 基地里的一个人偷偷逃了出去 尼根让德怀特负责抓捕此人 所以送饭的人换成了一个肥仔 这个人在关门离开时 大意地没有关经厅 达里尔没有听到锁门的声音 试了事发线门没锁 于是趁机跑了出来 就在达里尔司机逃跑的时候 德怀特的妻子雪莉拽住了他 他告诉达里尔不要逃跑 否则会遭到尼根变本加厉的报复 但显然达里尔是不会害怕的 他一个人溜出了基地 在外面发现了很多摩托车 可还没来得及启动 尼根就带着几个人发现了他 尼根非常欣赏达里尔的勇气和智慧 这让他对征服达里尔更加的兴奋 他命令手下先揍一顿达里尔 然后再把他关回了原来的地牢 另一边 德怀特一个人出来追捕逃犯 很快他就找到了那个人 但男人并不愿意跟他回去 原来他们曾经是一对好兄弟 本来都是最底层的人 都不屑于为尼根拼命 但德怀特后来开始为尼根工作 兄弟情就此没了 为了让男人回来 德怀特威胁他 如果不回去 就把他认识的人都扔进尸群里 让这些人都为男人的错误买单 但男人并没有因此屈服 他铁了心地要离开救世军 看着昔日的好朋友 德怀特还是开了枪 回到基地后 德怀特偷偷地跟妻子见了一次面 至于为何夫妻要这样见面 下面我们会讲 紧接着 德怀特来到达里尔面前 试图说服达里尔向尼根屈服 但没有成功 过了一会儿 尼根让德怀特把达里尔带到了一个房间 里面的家具应有尽力 尼根告诉达里尔 只要他臣服于自己 这个房间就是他的 但达里尔依旧没有同意 格伦的死让他非常的内疚 他只想杀了尼根 又怎么会臣服于他 尼根告诉了达里尔 关于德怀特的故事 原来之前达里尔在树林里 遇到德怀特的时候 和他在一起的两个女人 那个短发女孩是德怀特的妹妹 叫蒂娜 另一个女人就是德怀特的妻子雪莉 因为蒂娜患有糖尿病 雷若的身体无法在这里工作 于是尼根便想让蒂娜嫁给自己 为了摆脱尼根 德怀特带着妻子和妹妹 从基地偷了一袋子 要逃了出来 虽然当时达里尔救了他们 但他的妹妹死在了丧尸的手中 德怀特和他的妻子 抢了达里尔的车和武器后 还是被尼根的人抓住 为了能让德怀特活下去 他的妻子自愿嫁给了尼根 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德怀特的脸被尼根毁容 代表永远臣服于自己 尼根希望达里尔忘掉自己 成为他的替身 但达里尔还是拒绝了 回到地牢后 达里尔嘲笑德怀特卖妻求容 不敢反抗 德怀特没有反过 而是一个人来到了基地外面 他看着已经变成丧尸的好朋友 内心萌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今天是救世君来收贡品的日子 早上趁瑞克还没起床 刀妹偷偷拿着狙击枪到外面练枪 可用灌了冷兵器的她 还是无法做到百发百动 最后还是用武士刀解决了丧尸 镜头回到社区这边 尼根哼着口哨来到了亚历山大 小赛打开了大门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尼根 而来到这的不止有救世君 还有达里尔 尼根把露西尔递给了瑞克 让他好好拿着 随后尼根一声令下 救世君的人开始扫荡社区 德怀特从罗西塔和小赛的手里拿走了枪 然后让他们把达里尔的摩托车带过来 没办法 罗西塔和小赛只能去上次战斗的地方找摩托车 路上小赛说了很多埋怨瑞克的话 如果瑞克能够小心一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罗西塔在附近的丧尸身上发现了一把手枪 但是没有子弹 他偷偷地把这把枪藏了起来 社区里大肆地搜刮 一个人找到了之前的摄像机 里面有迪安娜采访瑞克的录像 尼根看着以前的瑞克 居高临下地对瑞克说虽然以前你很厉害 但现在你是我的了 这次来到社区 尼根的目的不只是拿走一半的食物 还要拿走社区里所有的武器 让瑞克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就在救世君准备清空武器库的时候 一个人告诉尼根 武器库里面少了两把枪 瑞克解释到可能是出去的人带走了 尼根没有难为瑞克 只是告诉他如果找不到这两把枪 就干掉管理员奥利维亚 没办法 瑞克只能召集了所有人开会 但没有人承认拿走了那两把枪 此时尤金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里 罗西塔和小赛就不在 于是瑞克搜查了小赛的房间 果然在地板的暗阁里发现了两把手枪 瑞克赶忙拿出来将手枪递给了尼根 就在救世君即将离开的时候 刀妹恰好回到了社区 被救世君堵个正招 瑞克和尼根都看到了刀妹 瑞克告诉尼根让他自己来处理 瑞克走进了刀妹的小屋 劝说他交出手里的狙击枪 最后为了大举考虑 刀妹极不情愿地交出了手中的枪 临走时尼根还把刀妹刚刚猎杀的麋鹿带走了 他建议瑞克下次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否则他很可能不开心就干掉几个人 尼根走后 瑞克找到了小赛 他责怪小赛私自藏枪的行为 差一点害死奥利维亚 可没想到小赛竟然公开反驳瑞克 说现在的局面都是瑞克的错 言语中再一次提到了格伦和大兵的死 瑞克非常生气 他警告小赛闭上他的嘴 否则厚补自负 旧市军带走了社区里的床垫 没有床垫的瑞克只能在卧室里打地铺 刀妹想让瑞克重新燃起斗志去反抗尼根 但瑞克说现在即使是和山顶寨联手 也不是旧市军的对手 他不想再看到其他人因此死去 瑞克还把洛丽的是告诉了刀妹 其实他早就知道了朱迪斯并不是自己的骨肉 而是萧恩的 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孩子 并把他当成亲生闺女一样对待 他一直守护着朱迪斯和卡尔 现在只有接受尼根的领导 大家才有可能活下去 见到瑞克如此消极 刀妹表示自己会一个人反抗到底 他一个人走了出去 在路上发现旧市军并没有带走床垫 而是在路边烧掉了 原来旧市军拿走床垫 只是想让社区里的人过得不舒服 深夜 罗西塔在社区中找到了尼根开枪留下的蛋壳 他拿着蛋壳敲开了尤金家的门 希望他能造出子弹 伤心过度的马基在山顶寨里醒了过来 哈兰医生告诉马基 如果再来晚一步的话 孩子就没了 他希望马基可以留在山顶寨 直到孩子的出生 马基将格伦和大兵的尸体埋葬在了这里 格雷得知瑞克只是摧毁了旧市军的一个小基地时 整个人都慌了 他开始担心尼根知道山顶寨与亚历山大的协议 所以他希望马基和萨莎立即离开山顶寨 他不想让救世军发现马基他们在这里 可耶稣却不同意格雷这么做 尤其是现在马基还怀着孩子的情况下 最后经过协商 格雷只同意让他们住一个晚上 社区这边 瑞克准备出门寻找下一次上缴的贡品 而伊弗尼在此时试图溜出社区 卡尔发现他是想去山顶寨找马基后 决定陪着他一同前往 两个年轻人在路上捡到了两双溜冰鞋 手牵着首相山顶寨行径 深夜 马基和萨莎住在了山顶寨的房车里 耶稣表示自己会想办法让格雷改变主意 耶稣离开后 马基和萨莎开始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马基想留在山顶寨 不管格雷是否同意 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了音乐声 原来是一辆车突然出现在了广场上 山顶寨的大门也被打开了 诗群被声音吸引 纷纷涌入了山顶寨 萨莎出去想要关掉汽车里的音乐 但四个车门都被封死了 此时马基爬上了房车 他告诉耶稣帮助萨莎去关上大门 格雷在房间里看到了这一切 但他却什么也没做 正当耶稣和萨莎不知道怎么关掉音乐时 马基开着一辆拖拉机出现 直接压扁了汽车 第二天 耶稣找到格雷 让他留下马基和萨莎 可是格雷还是不同意 就在几人为这个事情争吵的时候 救世军的人突然出现来收取供品 格雷让耶稣赶紧把马基和萨莎藏在衣柜里 然后自己出去接待了救世军 领头的正式追捕瑞克的西蒙 另一边卡尔和伊夫妮已经来到了山顶寨 他们看到救世军正在搬运供品 卡尔看了一眼车队 发现尼根并没有跟来 原来他陪伊夫妮来山顶寨 是为了司机报复尼根 在格雷的屋里 西蒙告诉他其实昨晚发生的事是他做的 他就是想让山顶寨明白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原本他打算在危机时出所 但没想到山顶寨自己解决了危机 为了讨好西蒙 格雷打算将马基和萨莎献给救世军 结果让他出乎意料的是 衣柜里并没有人 聪明的耶稣把马基和萨莎藏在了自己的屋里 格雷知道后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如果就是君发现了 他就完蛋了 耶稣见格雷就像是扶不起的阿斗 坚决要求马基和萨莎留下来 否则就会将山顶寨和亚历山大的协议告诉救世军 这一次格雷妥协了 他本想教训马基一顿 却被马基扇了一巴掌 原来格雷从格伦的坟墓里 偷走了马基放在里面的怀表 耶稣告诉马基 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 格雷就是这里的领导 他不知道这个无能的老头是怎么掌权的 他一直想找一个人替代格雷 但一直没有找到 可他现在知道谁能替代他了 虽然耶稣没有明说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个人就是马基 就是君走后 马基在墓地里发现了伊弗尼 他把赫谢尔留给格伦的怀表给了伊弗尼 看来他是把伊弗尼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此时的耶稣偷偷地溜定了救世军的车里 在车里喝着山顶寨的梅酒 可就在这时 他发现车上不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卡尔 在上次瑞克团灭救世军小基地时 塔拉和西斯并没有返回社区 而是外出寻找物资 所以他们压根不知道社区 已经沦为救世军的奴隶 在二人外出的半个月里 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塔拉不愿意就这样回社区 他想去海边再碰碰运气 两个人在一个小河边发现了一座桥 桥的两端都被挡住了 两个人来到上面 发现了这里曾经应该是一个营地 而两端的东西 显然是用来防御丧尸的 塔拉在桥上的沙子堆里 发现了一个袋子 本想把袋子拽出来 可一不小心弄他的沙堆 西斯为了救他 射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自己也被丧尸包围 他告诉塔拉不用管他 但塔拉在与丧尸的搏斗中 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画面一转 塔拉不知道何时被海水冲上岸 此时两个女孩发现了塔拉 这两个人正是辛迪和瑞秋 瑞秋本以为这是一具尸体 打算用他串鱼串 却被辛迪阻止了 他看出这是一个活人 辛迪将塔拉拖到了海滩上 善良的他给塔拉留了些水和武器 不久后 塔拉醒了过来 他发现了辛迪 于是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 来到了辛迪的营地 这个营地非常的奇怪 里面全是女人 没有一个男人 没想到这个营地的防御意识很强 塔拉很快就被发现了 塔拉在逃跑的过程中 被碧翠斯追上了 可塔拉的战斗力也是不错的 直接打倒了碧翠斯 此时营地的人全都围了上来 塔拉说自己并没有恶意 只是迷路来到了这里 女人们将塔拉关在了一个房间里 这里的领导者纳塔尼亚出现 他告诉塔拉 这里是海边社区 非常的隐秘 外面的人根本就进不到这里 他问塔拉是怎么进来的 塔拉骗他说自己来自亚特兰大 他和朋友在渔船上工作 几天前在桥上发生了意外 自己掉进了河里 被海水冲到了这里 他强调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一个寻求帮助的流浪者 纳塔尼亚告诉他 按照这里的规定 外人格杀勿论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海边不被别人知道 但看在塔拉之前 没有对碧翠斯下杀手 所以自己再没做好决定前 让塔拉先留在这里 夜幕降临 塔拉来到了辛迪家 原来纳塔尼亚是辛迪的外婆 塔拉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那就是这里为什么都是女人 纳塔尼亚告诉塔拉 在很久之前 他们与另一个营地的人 发生了冲突 对方杀死了所有的男性 其中就包括了辛迪的弟弟 冲突结束后 他带着幸存者离开了之前的营地 在海边建立了这个 与世隔绝的社区 说完这些后 纳塔尼亚希望塔拉也能坦诚相告 他早就觉得塔拉不是一个流浪者 塔拉承认了自己来自一个和谐的社区 他们一起摧毁了救世军的基地 塔拉认为他们躲在这里不是办法 不如和自己的社区合作 纳塔尼亚表示合作之前 需要带人去亚历山大看一看 第二天 碧翠斯和凯西 跟着塔拉离开了海边 塔拉发现二人并不是想去社区 而是打算杀了自己 原来跟他们发生冲突的正式救世军 而他们也知道 瑞克摧毁的基地只是一个小队 海边社区不想再卷进 与救世军有关的冲突中 所以 他们要干掉塔拉 就在这时 辛迪再一次出现救下了塔拉 辛迪希望塔拉能发誓 不告诉他人有关海边社区的事 并且永远都不要回来 塔拉答应后 辛迪护送着他来到了之前的小桥 塔拉在这里没有发现西斯 只看到了地上破碎的眼镜 西斯生死不明 为了将救世军的事 尽快告诉瑞克 塔拉决定一个人先回社区 当塔拉回到社区后 才知道自己不在的时候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连自己的爱人 也死在了救世军的手下 罗希塔问他这些天 在外面有没有发现什么 塔拉想起自己与辛迪的约定 什么都没有说 耶稣和卡尔跟着救世军的车 来到了救世军的基地 耶稣的目的是找到大本营的所在地 而卡尔想要干掉尼根 在快到基地的时候 耶稣先一步跳下了汽车 而卡尔并没有跳下来 而是拿起一把步枪 躲在了箱子的后面 很快 汽车停了下来 接着上来了两个有说有笑的人 就在他们搬运物品上 卡尔告诉众人他只要尼根 很快 尼根就出现了 他非常欣赏卡尔的勇气 但卡尔毕竟还是太嫩了 德怀特从旁边冲过来制服了他 尼根并没有立即杀掉卡尔 而是带着他参观起救世军的基地 当所有的奴隶看到尼根时 齐刷刷地停下了手动的工作 全部跪了下来 尼根像一个皇帝一般高高在上 接下来 尼根带卡尔来到了他的后宫 这里有十几个女人 他们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迫 嫁给了尼根 一个叫安伯的女孩正在哭泣 尼根问雪莉她怎么了 雪莉并没有告诉尼根 原来是安伯的丈夫 马克偷偷约他见了面 安伯担心马克被尼根发现 所以哭了起来 尼根把卡尔带到了一个房间 让他把眼上的纱布摘下来 卡尔只能摘下纱布 露出了空洞的眼球 尼根一边笑着羞辱卡尔 一边让卡尔给自己唱歌 卡尔不得不唱了一首歌曲《悦尼根》 羞辱完卡尔后 尼根带着卡尔来到了工厂 因为他发现了马克和安伯的约会 在这里私会是绝对不允许的 尼根戴上手套 将滚烫的烙铁压在了马克的脸上 就像德怀特一样 卡尔不知道尼根为什么不杀了自己 尼根只是说自己还没有玩 为了继续玩弄卡尔 尼根亲自开车带卡尔回社区 此时耶稣就藏在了车顶上 在车子发动后 耶松就消失不见了 另一边 达里尔在地牢里 收到了神秘人送来的一张纸条 上面让他现在赶紧逃跑 纸条里还放着一把牢房的钥匙 画面来到亚历山大 罗西塔带着油精 准备去镇上的工厂制造的蛋 而神父和小赛两个人 准备外出寻找物资 一路上 小赛一直在说瑞克的坏话 但在神父的眼里 瑞克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他在尽力保护每一个人 看来神父已经彻底洗白 真正融入了团队 但小赛还是不停地抱怨瑞克 他不想让瑞克继续领导社区 神父一气之下选择了下车 一个人回到了社区 小赛在附近的树林里 找到了一个被困在树上的丧尸 他在这个丧尸的口袋里 发现了一个仓口清淡 另一边 刀妹在社区的附近 社服拦住了一辆救世军的汽车 汽车里的女人被刀妹挟持 他想要一个人去干掉尼根 而尼根此时已经来到了社区 他带着卡尔来到了瑞克家 奥利维亚正在照顾朱迪斯 他进到屋里后 让奥利维亚给自己泡了一壶茶 然后他抱着朱迪斯坐在了门外 打算等瑞克回来 社区门口 尤金和罗西塔回到了社区 他们在门口遇到了小赛 小赛带着一些物资满载而归 但没想到的是 开门的竟然是尼根的人 阿基在山顶寨 逐渐站稳了脚跟 这里的人都非常支持 马基领导山顶寨 这让格雷非常的担心 卡罗尔这边 摩根带了一些食物来看望他 可没想到理查德 也带着物资来到了这里 原来他是有试囚 卡罗尔和摩根 理查德说他担心 就是军会随时破坏协议 对神治国发动攻击 他看出以西杰非常欣赏卡罗尔 也非常信任摩根 所以他希望二人 能够说服以西杰先发制人 打救士军一个措手不及 可现在的卡罗尔 不想再行杀戮之时 而圣母摩根 更不愿意看见战争 理查德见无法说服二人 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达里尔这边 他悄悄离开了牢房 他在一个屋子里 换了一套衣服 然后来到了之前 停摩托车的地方 可没想到被肥仔发现 没办法 达里尔只能干掉了他 他在肥仔的口袋里 找到了瑞克的配枪 这时耶稣也出现了 他拿走了肥仔的对角机 然后带着达里尔 回到了山顶寨 另一边 瑞克和亚伦正在外面寻找物资 他们在一艘船上 发现了大量的弹药和食品 这些足够给尼根进贡了 画面回到社区 尼根已经在这里玩嗨了 他不仅在瑞克的家里刮胡子 还在这吃起了晚餐 小赛主动找到了尼根 他拿出自己珍藏的一瓶酒 想要贿赂尼根 两个人坐在瑞克的家门口 开始聊天 尼根表示自己想打台球 而小赛则立马说 这里就有一张台球桌 他们把台球桌搬到了街道上 开始玩起了台球 瑞克和亚伦带着物资回到了社区 就是军直接就地接管了物资 小赛在打台球时 画里画外暗是瑞克 不适合掌管社区 还不如由他来领导 这样他才能给就士军 带来更多的好处 尼根虽然心狠手辣 但却十分讨厌小人 他非常欣赏达里尔和卡尔的勇气 但小赛明显想借着自己的手 除掉瑞克 尼根一眼就看穿了这一点 他对小赛说 为什么不自己动手 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勇气吗 说完他就直接干掉了小赛 小赛到死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罗西塔看到尼根又在胡乱杀人 完全失去了理智 他拿出私藏的手枪就想干掉尼根 可尼根用露西尔挡住了子弹 罗西塔被救士军制服 尼根原本想干掉罗西塔 可他突然发现这颗子弹 居然是手工制造的 他想知道是谁做的 罗西塔坚持说是他自己做的 但尼根并不相信 为了让罗西塔说出真相 尼根让手下干掉这里的人 奥利维亚无辜躺枪死在了这里 瑞克这时赶到 他让尼根带着物资赶紧离开这里 但尼根想带走制造子弹的人 塔拉为了大局谎称是自己制作的 但却被尤金打断 尤金承认了是自己制造的子弹 并说出了配方 尼根相信了尤金 把他带走了 深夜 刀妹一个人回到了社区 他想要说服瑞克振作起来反抗救士军 经过今天的事 瑞克也开始发现一味的妥协 并不能换来和平 只有反抗才能搏出一条生路 最终瑞克决定开始反击 他带着几个人来到了山顶寨 再次见到马基 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 马基说自己和格伦的孩子都很好 随后瑞克告诉马基 以前自己错了 之前是因为想要保护大家 所以臣服了救士军 但现在他们必须和救士军战斗 藏在这里的达里尔和耶稣也走了出来 兄弟见面 热泪相拥 一切都在不言中 达里尔把瑞克的配枪还给了他 瑞克再次拿起了水枪 之前那个充满斗志的瑞克真正地回来了 瑞克带着众人 一起走向了格雷的别墅 瑞克他们来到了格雷的办公室 胆小怕事的格雷 怎么会同意瑞克这么危险的提议 他不想与亚历山大合作 还说自己压根就没见过社区的人 众人也猜到了格雷不会同意 在出来后 却发现伊夫妮已经将瑞克的计划 告诉了山顶寨的所有人 并且这里的人 大部分都同意与救士军战斗的计划 可现在的人数还是太少了 无法与救士军进行正面战争 就在这时 耶稣拦住了瑞克 他拿出了从救士军那里得到的对讲机 对瑞克说道 画面一转 他们就来到了神之国 瑞克在这里看到了摩根 摩根告诉瑞克卡罗尔也住在了这里 但是他不想与任何人接触 理查德带着众人来到了教堂 瑞克他们第一次看见了国王以西节 还有他的那只大老虎 瑞克向以西节表示 希望神之国能够和亚历山大联手 共同对抗救士军 但以西节觉得这个主意太危险了 救士军是那么的强大和残忍 耶稣告诉以西节 他以前认为服从尼根就会让大家安全 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 只有团结一致 反抗暴政才是唯一的出路 理查德也站出来劝说以西节 现在的神之国有人力和武器 假如我们先下手为强 没准真能打败救士军 但是以西节明显更信任摩根 他问摩根有什么建议 圣母摩根担心战争会带来更多的死亡 提议只抓住尼根一个人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以西节邀请瑞克等人在神之国过夜 让自己再想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再给出自己的答案 深夜 本杰明找到以西节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神之国应该与亚历山大合作 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告诉过自己 当有人邀请你做英雄时 就放心大胆地去吧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 以西节还是拒绝了瑞克 因为他必须为神之国的所有居民考虑 一旦战争开始 出现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 以西节也表示愿意收留努哥 这是神之国对待朋友的诚意 让努哥留在神之国 以防被救士军找到 达里尔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瑞克选择让达里尔留下来 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救士军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达里尔继续找机会 做以西节的工作 回去的路上 瑞克几人遇到了路障 这是救士军设置的 瑞克打算移开这些车 等通过后再复吻 然而他们在不远处发现了 用钢丝绑着的炸药 这正是社区目前最缺乏的 所以他们选择拆掉炸药带回家 就在几个人拆炸药时 大批的丧尸从远处向自己缓缓走来 瑞克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和刀妹开着两辆车 中间绑着之前的钢丝 加大马力向丧尸冲去 解决完尸群后 众人有惊无险地返回了社区 此时救士军的人也刚好来到这里 他们是来找达里尔的 瑞克假装不知道达里尔逃跑了 救士军在社区里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发现达里尔 只能遗憾地离开了 罗西塔发现神父和一辆车也不见了 大家怀疑神父是担心 与救士军的战斗所以一个人跑掉了 但瑞克认为神父不是这样的人 他在地上捡到了神父的圣经 在里面发现了神父留下来的线索 看来神父是去湖上的小船那了 众人跟着线索来到了湖边 但瑞克他们还没找到神父 却发现被一群陌生人包围了 这些人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看着这群不怀好意的人 瑞克居然露出了笑容 瑞克等人被一群陌生人 带回了他们的营地 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垃圾场 领导者是一个叫简迪斯的女人 瑞克在这里见到了被绑架的神父 原来这群人在深夜潜入了社区 偷走了物资并挟持了神父 瑞克表示自己是尼根的附庸 如果你们杀了我们 救士军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但我这里还有另一个方案 就是你们和我们站在一起 共同反抗救士军 然而简迪斯他们并没有见过救士军 直接拒绝了瑞克 并下令干掉他 就在这关键时刻 神父突然抢了一把匕首 劫持了简迪斯的手下 他告诉简迪斯 救士军那里有很多的资源 足以改善你们这里的一切 听到这句话 简迪斯动心了 双方暂时放下了戒备 神父继续劝说他们一起对抗救士军 这样大家都可以获得很多的物资 虽然很诱人 但简迪斯还是希望瑞克证明他的实力 于是他安排手下将瑞克带走 来到了一处垃圾山的顶端 一眼望去周围 全部都是满满的垃圾 简迪斯把瑞克直接推了下去 众人不明白他这么多的目的 赶忙围过来查看瑞克的情况 此时的瑞克并没有受伤 面前出现了一个 带着满身甲皱的丧尸 瑞克和他打了几个回合 由于没有衬手的武器 瑞克弄得浑身是血 刀妹提醒瑞克利用垃圾 瑞克心 把丧尸困在下面后 瑞克捡起身边的武器 刺向了丧尸的要害 经过这场搏斗 瑞克通过了垃圾山的考验 简迪斯说他们需要一些枪 只要有了枪就加入战斗 并且胜利后 要拿走就弑军一半的物资 但是瑞克不同意 他只能将三分之一的物资 交给垃圾帮 并且要求他们归还 从社区偷来的一半物资 最终 在双方的协商下成功达成了协议 瑞克又多了一份助力 现在瑞克在人数上 完全可以和就士军相提并论 只是缺乏武器弹药 一切结束后 大家准备返回亚历山大 但罗西塔却说不想回去 他想去外面寻找武器 塔拉站出来极力阻止了他 此时的瑞克受伤严重 需要回到社区治疗 而此时垃圾帮也走了过来 煽风点火 表示需要尽快拿到武器 否则协议无效 瑞克问塔拉是否知道 外面哪里有武器 毕竟当时塔拉出去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塔拉与辛迪有着约定 所以还是没有将海边 社区的事告诉大家 另一边 在神志国这里 理查德送给达里尔一把十字弓 他希望达里尔能帮助自己 对抗救士军 两个人偷偷地来到了 救士军车辆的必经之地 他打算在这里将车里的人干掉 然后留下线索 将救士军的援军 引到以细节非常关心的人那里 到时候以细节 一定会为了那个人 对救士军出手 达里尔问那个人是谁 其实他心里隐约地感觉到 那个人就是卡罗尔 达里尔怎么会容许他人对卡罗尔动手 所以他制服了理查德 让他的计划彻底泡汤 没过多久 达里尔来到了卡罗尔的住处 两个许久不见的人拥抱在了一起 深夜 卡罗尔说出了自己不告别的理由 那就是他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了 也不想再杀死任何人了 他非常关心在自己离开后 救士军有没有迫害社区 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人受到伤害 达里尔沉默了一会儿 他选择了说谎 他没有告诉卡罗尔格伦和大兵的死 告诉他现在的社区已经沦为了尼根的玩具 回到神之国后 达里尔想让摩根说服以希杰和瑞克合作 但又一次遭到了摩根的拒绝 第二天清晨 达里尔一个人离开了神之谷 他要去哪里了 被带回救士军基地的尤金 此时已经离花待遇 他生怕自己会被尼根一棒子敲死 可没想到的是 尼根把他安排到了一间整洁的房间 手下临走时对他说 隔天 女人带着尤金参观了工厂 这里的人需要通过工作来赚取工分换物资 而尤金被尼根视为高技术人才 不需要在这里工作就可以随意拿取物资 尼根把尤金叫到了基地外面 他问尤金有没有名字 而尤金的回答显然不是尼根想要听到的 因为救士军的人全部都叫自己尼根 以表示对尼根的臣服 尼根问他子弹真的是手工制作的吗 尤金表示自己非常聪明 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制作子弹就是自己自学的 他再一次谎称自己是科学家 但尼根显然不会理会他的身份 而是问他如何解决固定在铁丝网上的丧尸 总是散架的问题 尤金想了一下 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他提议融化一些金属胶住在丧尸的身上 这样丧尸在金属边硬后就可以贴在围栏上 并且金属又可以增强丧尸的防御力 尼根听了之后赞不绝口 为了奖励尤金 尼根让自己的后宫去陪尤金开心一下 当然除了打扑克之外 其他干什么都可以 尤金也不傻 他并没有碰他们一根寒毛 而是自顾自地玩着小霸王学袭击 另一边 德怀特被尼根关进了地牢 原因是雪莉也逃了出去 尼根认为是德怀特放走了雪莉 他命令德怀特把雪莉带回来 随后 德怀特来到了他和雪莉之前住过的房子 他在这里发现了雪莉留给他的一封信 信中说到自己不想让德怀特 再去做那些违心的坏事 他放走了达利尔 就是想让德怀特想起以前的自己 但是现在德怀特已经变了 雪莉不愿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他本想在这里等德怀特一起走 德怀特会和自己一起走 还是会把他抓回去 所以他一个人离开了这里 就算死在外面也比回到尼根的身边强 德怀特将一些食物放在房间里后 就返回了基地 德怀特来到医疗室 告诉医生雪莉已经被丧尸包围 自己送了他最后一程 第二天 尤金被带到了工厂 尼根把所有人都叫到了这里 看起来是有大事发生 尼根告诉尤金睁大双眼 好好看看接下来发生的事 随后 他开始对医生进行审判 原来是德怀特昨天陷害了医生 他把雪莉留下的纸条 放在了医生的屋里 尼根悟信了 是医生帮助雪莉和达里尔逃跑 所以来了这么一出 但医生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 所以一直不肯承认 最后尼根把他直接扔进了火炉里 这可把尤金吓坏了 他明白了在尼根这里 医生和女人都是可以被替代的 而自己的脑子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就在尼根再次找到尤金时 尼根问他有没有想清楚自己是谁 还没等尼根说完 尤金认真地说道 第二天 底下的人开始按尤金的方法 将金属液浇注在围栏的丧尸身上 尤金成为了这里的总工程师 负责监督工作 当他看到德怀特走过来时 立即表示我们都是尼根 为了尽快完成和垃圾帮的协议 瑞克夫妻外出寻枪 可好几天过去了 二人只是找到了些许的物资 不过幸运是会眷顾勤奋的人 他们中途遇到了救世军 经过简单的战斗 二人弄到了一车的物资 就在二人休息的时候 刀妹看到了一只麋鹿 当她带着枪出来后 麋鹿又消失了 他们跟着麋鹿的行踪 来到了一处军事基地 为了看看里面的情况 二人爬上了屋顶 他们发现这里困着许多的丧尸 而且这些丧尸士兵的身上都背着枪 真是走了狗屎运 想什么来什么 可没高兴多久 屋顶就突然塌陷了 两人摔到了仓库里 没想到这里还有着很多的军用粮食 他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随后他们在这里吃了一顿烛光晚餐 第二天 瑞克和刀妹开始清理这里的丧尸 但丧尸实在是太多了 瑞克被困在了一个摩天轮上 他看到昨天的麋鹿就在下面 于是打算干掉麋鹿吸引丧尸 但自己却不小心从上面掉了下来 刀妹赶到这里时 只看到丧尸正在啃食着什么东西 刀妹瞬间绝望了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瑞克 自己的刀也掉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 瑞克从旁边的箱子里爬了出来 原来丧尸正在啃食的不是瑞克 刀妹这才缓过神来 瑞克赶紧捡起地上的刀扔给了刀妹 两个人共同协作 干掉了所有的事 清理完现场后 两人开始收集丧尸身上的武器 这下子可以舒服地返回社区了 在回去的路上 瑞克告诉刀妹 他不想看到身边的人受到伤害 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所有人 他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听到这些话 刀妹哭了起来 他无法想象 失去瑞克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而瑞克安慰他要坚强 如果自己不在了 希望刀妹能继续带领 其他人活下去 社区这边 罗西塔一心只想为大兵复仇 所以他一个人出去找枪 他在一个房子里发现了一把枪 但消灭完里面的丧尸后 才发现这是一把玩具枪 另一边 由于塔拉心里 一直藏着海边社区的秘密 心里十分难受 他只能向朱迪斯 倾诉自己的胡闹 之前他答应了心敌 不会将海边社区的事告诉他人 可现在的瑞克急需要武器 如果瑞克去了海边社区 那么海边社区必然会受到牵连 但就是军事两个社区共同的敌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瑞克这边 他们带着武器来到了垃圾帮 可没想到 简迪斯居然嫌弃这些枪太少了 为了达成协议 瑞克至少还需要提供两倍的枪 此时正是缺兵少将的时候 瑞克只好答应这个条件 但前提是让他们带走一些枪 用来提高自己找枪的效果 众人回到社区后 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 塔拉终于决定把海边社区的事告诉给瑞克 但此时罗西塔已经等不及了 他带着武器来到了山顶寨 他在这里找到了萨莎 罗西塔打算劝说萨莎一起去暗杀尼根 虽然两个人曾经是情敌 但为了他们曾经都爱过的大饼 是时候联手了 萨莎同意和他一起行动 但有一个前提条件 I get to take the shot 罗西塔从背包里 拿出了自己为萨莎准备的礼物 赫然是一把威力巨大的农居 今天是神之国向就是军上贡的日子 这次的贡品是12个甜瓜 以细节清点完毕后 就带着大家出发了 可刚前进不远 就被一排推车堵住了去路 大家都担心这里是谁弄的陷阱 所以全部下车查看起周围的情况 谁都没有发现 理查德这时反常地向后面走去 路上的这点小插曲 导致神之国最后一个到达交易地点 就是军早已经不耐烦了 嘉文在清点完贡品后 竟要求他们交出武器 但由于双方从未约定过这一点 所有人立刻掏出了枪开始戒备 此时理查德再次反常地 居然劝说大家交出武器 原来嘉文在清点贡品时 发现少了一个甜瓜 所以他要惩罚神之国的人 以细节解释到自己 可以再拿出双倍的贡品 没必要小题大做 但嘉文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神之国没有履行协议 所以必须要付出代价 长毛听到后马上将枪口 对准了理查德 理查德没有反抗 平静地等待着死 可谁也没想到之前跟理查德 有矛盾的长毛 居然将子弹射向了后面的本杰明 嘉文并没有继续为难他们 而是告诉众人 明天把少的那个甜瓜送过来 本杰明显然被击中了大动脉 血流不止 众人只能先把他送到附近的 卡罗尔家里进行治疗 可本杰明 还是因为失血过多离开的人士 摩根因为本杰明的死 精神再次出现了问题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摩根早已把本杰明 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曾经的记忆慢慢浮现 摩根仪器之下 踢翻了路边的纸箱 没想到下面竟然藏着一个甜瓜 摩根想起 当时在队伍后面的理查德 显然只有他才能做到这件事 摩根愤怒地找到了理查德 理查德见状也没有隐瞒 而是告诉摩根 其实他是想牺牲自己 因为旧事军曾经说过 如果贡品出问题 第一个就将理查德干掉 他本想用自己的命来逼迫 以细节反抗 可没想到死的竟是本杰明 第二天 神之国按照约定 拿着一个甜瓜来到了交易地点 理查德拿着甜瓜走到家文面前 还没等他说话 摩根一棒子就把他打倒在地 随后摩根紧紧地掐住了他 在理查德失去生命后 摩根告诉大家 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查德干的 是他偷偷藏了一个甜瓜 试图挑起旧事军和神之国的战争 摩根希望理查德 为本杰明的死付出代价 在旧事军离开后 摩根没有何以吸结回神之国 而是独自离开了 此时的摩根也放弃了 自己曾经不杀生的誓言 用自己的棍子杀出了一条血 他来到了卡罗尔的家 他告诉卡罗尔 其实尼根杀死了格伦和大兵 而且是用棒球棒活活打死的 之前瑞克他们来到神之国 就是想要说服以西杰和亚历山大一起 对抗旧事军 卡罗尔没想到瑞克团 居然伤亡这么大 暗自下定了决心 说完这些后 摩根一个人离开了神之国 此时他也下定了决心 遇到旧事军的人就杀了他们 看来本杰明的死 再一次改变了摩根 卡罗尔一个人回到了神之国 他找到以西杰 希望他能反抗旧事军 而看到是卡罗尔来劝说 以西杰终于点头了 神之国终于加入了反抗旧事军的队伍 而理查德用自己和本杰明的死 不仅促成了联盟的成立 还将圣母心的摩根拉回了现实 此时的山顶寨 马基并不知道罗西塔和萨莎的计划 耶稣为萨莎他们画了旧事军基地的地图 但耶稣希望他们不要冲动 毕竟旧事军基地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 萨莎非常感谢耶稣 但他已经下定了觉醒 萨莎希望伊弗尼要保护好马基 因为马基才是山顶寨的未来 随后他把一个未完成的手链交给了伊弗尼 这是他打算送给马基孩子的礼物 但他没有时间来完成了 他希望伊弗尼代替自己完成它 就在此时 旧事军突然来到了山顶寨 几人赶忙躲了起来 达里尔和马基藏在了地窖楼 而罗西塔和萨莎趁乱通过密道离开了山顶寨 此次旧事军的不请自来 其实不是来收取供艇的 而是来带走哈兰医生的 因为旧事军的医生之前被尼根烧死了 所以必须要补充一个 作为带走哈兰医生的补偿 西蒙带了一箱阿斯匹林给格雷作为交换 格雷趁机告诉西蒙 山顶寨内有人想要夺取他的地位 西蒙直接表示自己可以替他干掉这个人 并且他把自己的小基地位置告诉了格雷 让他有需要的时候来找自己 此时藏在地窖里的马基第一次跟达里尔说话 因为达里尔从神之国来到山顶寨后 两人就一直没有说过话 格伦的死让达里尔无法面对马基 但其实马基从来没有怪过达里尔 因为他知道这并不是达里尔的错 马基希望达里尔振作起来 协助自己一起对抗救世军 不光是为了格伦 此时的达里尔终于解开了心结 救世军离开后 格雷找到耶稣 他告诉耶稣可以让亚历山大的人住到别墅里来 但必须要为这里工作 表面上是接受了大家 其实格雷只不过是想分散他们 就在这时 达里尔跑进来告诉耶稣 萨莎和罗西塔不见了 此时的二人已经走到了救世军基地的附近 萨莎计划在基地的附近找到一个制高点 然后等待尼根出现直接干掉他 但罗西塔认为在远处进行狙击很有可能打偏 为了确保一击壁中 必须深入到救世军基地里寻找机会 否则根本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萨莎在救世军东北角的高楼里 用八倍镜看到了尤金 此时的尤金正在指挥手下 将金属叶浇注在围栏丧尸身上 他们觉得尤金这么做一定是有什么计划 在等待尼根出现的时间里 两个人也交谈了起来 罗西塔告诉萨莎 在没遇到大兵之前 有很多男人都在保护自己 但他对那些男人没有一丝丝的感觉 直到遇到了大兵 才真正地爱上了一个男人 就算大兵因为萨莎而离开了自己 他也没有恨过萨莎 萨莎很感谢罗西塔向自己袒露心扉 他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罗西塔 两个情敌此时成为了互相的依靠 说完这些后 萨莎起来继续查看情况 他发现了哈兰医生居然被救世军带回了基地 而尼根也终于出现 但由于哈兰和尤金都离尼根非常的近 没有机会下手 萨莎意识到狙击是不可能的 于是二人决定潜入基地寻找刺杀的机会 深夜 尤金带着手下来到围栏处巡逻 一发子弹直接抱了手下的头 开枪的人正是罗西塔和萨莎 他们本想救尤金出去 但尤金没有想过要离开 他劝说二人为了活命赶紧离开这里 然后一个人回到了基地 二人意识到尤金可能已经叛变 萨莎在捡铁私网时 让罗西塔注意一下身后 然后趁罗西塔背对着自己的时候 封住了围栏 在萨莎看来 罗西塔不该跟着自己送死 或许这是他作为抢走罗西塔爱人的补偿吧 他想让罗西塔活下去 罗西塔一个人没办法撬开围栏 而就弑君的人也出现了 没办法 他只能捡起背包离开了这里 就在罗西塔哭泣的时候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不远处 萨莎和罗西塔的离开 并没有引起马基的怀疑 山顶寨还是像往常一样 过着农耕的生活 马基一个人在外面挖树苗的时候 格雷也走了出来 他说既然哈兰医生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马基还留在这里养胎 听到这里 马基问他是不想把哈兰医生就回来了吗 格雷显然没有这个打算 回到办公室后 格雷拿出地图 在上面认真地寻找西蒙小基地的位置 他打算离开这里投靠救世军 萨莎这边 他已经被关进了地牢 很明显昨晚的刺杀行动失败了 此时走进来一个猥琐的大叔 打算对萨莎行苟且之事 萨莎拒绝了他 并将他撞倒在地 就在这时 尼根来到了这里 他目睹了男人的举动 很明显这触犯了尼根的法律 就因为自己那猥琐的心思 男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尼根并没有杀了萨莎 而是给他松了绑 尼根非常欣赏萨莎的勇气 而且他想知道 是不是瑞克派他来的 萨莎直接否认了一切 明确说 就只是自己一个人的决定 尼根给了萨莎两个选择 一个是自我了断 另一个是干掉失变的男人后 加入救世军 尼根走后 尤金带着贝鲁来到这里 萨莎不明白尤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而尤金说 只有在这里自己才能感受到 被尊重的感觉 尤金希望萨莎也加入救世军 但萨莎并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 第二天 尼根来到牢房 看到萨莎已经杀死了失变的男人 这让他误以为萨莎选择了向自己臣服 但其实萨莎有自己的打算 他想要获得尼根的幸运 然后找机会再干掉他 可没想到尼根也不傻 他要求萨莎回去干掉瑞克 向自己那一个投名状 萨莎果断拒绝了 他不想成为尼根伤害瑞克的棋子 萨莎向来看望自己的尤金说 想要一些武器自杀 尤金考虑了一会儿 萨莎一个胶囊 里面的毒药可以在半小时内发挥作用 另一边 瑞克带着众人在塔拉的带领下来到了海边社区 大家在海边社区的周围进行了埋伏 耶稣和达里尔埋下了炸药 此时的塔拉一个人潜入了社区 纳塔尼亚刚进屋就被塔拉用枪指着 辛迪也在这里 他非常的吃惊 因为塔拉之前已经发过誓不再回到海边社区 塔拉解释到自己也是别无办法了 自己的团队就在外面 但他们并不希望发生战斗 只是想要借走这里的武器 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付救士军了 而且现在已经有三个社区联手了 如果海边社区也能加入进来 那就士军一定会输 塔拉希望纳塔尼亚可以和瑞克谈谈 他们真的没有了 但纳塔尼亚不愿意交出武器 也不愿意参与战争 可辛迪认为塔拉说的有道理 他恳求外国给塔拉一个机会 就在这时 外面发生了爆炸 原来是瑞克他们开始攻占武器库 而碧翠斯等人也被瑞克团俘虏 突如其来的爆炸 让纳塔尼亚有了可乘之机 瞬间制服了塔拉 塔拉只好交出了手枪 他告诉二人 枪里并没有子 他们不是来这里找麻烦的 此时外面的女人们 已经被卡尔和神父控制了起来 纳塔尼亚带着塔拉来到了外面 他表示放了所有人 否则就杀了塔拉 就在此时 刀妹发现有一大波丧尸正在路上 瑞克等人迅速站成一排 保护起身后的妇女们 双方人马开始合作 共同对抗丧尸 最终 纳塔尼亚同意了亚历山大的请求 将所有的枪都交给了瑞克 当众人返回亚历山大的时候 开门的竟是此前失踪的罗西塔 大家下车后问他萨莎去哪了 罗西塔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带着众人来到了地下室 里面的人正是罗西塔 在救世军基地外看到的黑影德怀特 达里尔看到德怀特 就想冲过去干掉他 但被瑞克拦了下来 罗西塔说 他会帮助我们对付尼根 听到这句话 德怀特按照瑞克的要求跪了下来 他真诚地想要和瑞克合作干掉尼根 此时达里尔还是忍不住冲上来想要解决他 但德怀特解释到之前 他成为尼根的走狗都是因为自己的妻子雪莉 现在雪莉已经不在了 自己不想再被尼根控制 而且雪莉留下来的信 让他想要弃暗投明 达里尔想到了雪莉 意识到德怀特可能真的回过 于是放下了武器 德怀特表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明天就是军会来到社区收缴共品 自己会在路上将树木砍断拖延救士军 瑞克他们只需要提前做好战斗准备 在尼根出现的第一时间干掉他 然后 大家再开着救士军的车回到基地 直接团灭救士军 并救出萨莎 众人相信了德怀特 并打算按他的计划行事 第二天 尼根在前往亚历山大之前看望了萨莎 他表示 今天会将萨莎作为谈判的筹码 如果瑞克不投降 就再次用路希尔敲爆某个人的头 萨莎表示自己可以帮助尼根 但不能再杀更多的人 萨莎其实已经决定好了死的那个人就是自己 出发前 邮金塞给了萨莎一个MP3 让他在路上的时候听一听音乐 萨莎向尼根要了一瓶水 因为距离太远了 自己会口渴 尼根没有察觉出意 同意了这个请求 萨莎就这样被关在了一个棺台里 他戴着耳机 听着音乐 服下了毒药 人之将死 回忆一幕幕开始浮现 他看到了之前那个暴风雨过后的仓库 他和马基坐在一起看着日出 还有他的爱人 那是大兵临死前的一天 萨莎曾劝大兵 不要参与护送马基到山顶站的任务 但大兵对他说 随着这些回忆的慢慢消失 萨莎渐渐地闭上了眼睛 另一边 山顶站里的马基得知格雷不见了 担心他去救市军基地告密 于是打算带领团队去社区支援 神之国这边也在前往社区的路上遇到了摩根 以细节邀请摩根回到团队 所有人团结起来与救市军战斗 垃圾帮的众人也按照约定 带着瑞克找到的武器 全副武装地来到了社区 为了对抗救市军 罗西塔和达里尔将炸药埋在了门口的卡车里 只要救市军出现就炸掉他们 所有人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静待救市军的到来 可不出意外的时候 就要出意外了 第一个来到这的竟然是尤金 他拿着喇叭在劝降瑞克中 尤金这位昔日的战友 竟与尼根同流合污 没办法 瑞克只能选择牺牲尤金 他让罗西塔引爆炸药 可意外的是炸药居然没响 当瑞克意识到情况不对时 简迪斯已经拿着枪指向了瑞克 其他人也同一时间被简迪斯的手下控制 这时 尼根出现了 尼根嘲笑瑞克就是个笨蛋 自以为本事很大 但实际上一无所知 垃圾帮早就与救世军达成了协议 尼根提供的筹码 比社区的要好一万倍 而现实的简迪斯 直接选择放弃了瑞克 尼根让德怀特和西蒙 把萨莎的棺材立了起来 他要求瑞克立即交出所有武器 并选择一个人接受爆头的惩罚 否则就先杀了萨莎 然后再杀所有人 就在尼根打开棺材的时候 萨莎早已经毒发身亡 变成了丧尼根毫无防备地 被他扑倒在地 趁此机会 瑞克他们也开始了反击 顿时射区内枪声四起 三方人马开始了大混战 可垃圾帮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瑞克没有机会反抗 而尼根也没有死 他被救世军的人救了下来 瑞克试图劝说简迪斯 但简迪斯直接开枪 打中了瑞克的下腰 并将他踢了下去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瑞克团在逆风的情况下 很快被救世军和垃圾帮控制 尼根再一次站在瑞克的面前 难道之前的惨状 又要再一次重演了吗 就在尼根即将砸向卡尔的时候 一只大老虎突然冲了出来 呼向了救世军 原来是神之国赶到了 以细节大喊着消灭所有救世军 亚历山大不会陷落 另一个方向 马基也带着山顶债支援了过来 形势瞬间逆转 救世军和垃圾帮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节节败退 垃圾帮的人率先释放了烟雾弹 然后救世军和垃圾帮的人 趁着混乱逃了出去 瑞克与尼根的第二次交手 以瑞克的胜利而告终 但战争还没有结束 救世军一定会发动第三次进攻 众人先是为萨莎举行了葬礼 然后亚历山大 山顶战 神之国的反救世军联盟 在广场上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宣布与救世军进行全面的战争 至于最后花落谁家 让我们下集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